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使用数组 只用记住一个原则 通过鉴名找对应的鉴值就可以 那之前呢我们做的测试 都是针对于一位数组来做的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针对于二维或者多维数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声明包括使用我们的二维或者是多维数组 来看一下 通过一个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体现一下 创建二维包括使用二维数组是一样的 还是那一个原则通过鉴名来找鉴值 首先先来创建一个二维数组 创建一个二维的索引加索引的数组 我们第一种可以通过array的形式来创建 array等于一个array 之前我们这么写过 写过一个1写过2 那现在呢只用把1和2 等量代换成 我们想要换的一个值就可以 那现在能保存一个整形 同样的我就可以把它换成一个数组 这就是一个二维的数组了 你看到数组中把1和2等量代换用两个数组替代之后 这就是一个二维数组 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 一个二维的索引加索引的数组就已经有了 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等量代换的原则 AR5 打印的结果你发现两个array 它的第一维是下标连续的索引 接着看到值是一个array 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1值是一个array array中又是一个连续的索引数组 同样的可以比较简单 那能创建二维的索引加索引呢 我们也可以再创建一个二维的索引加关联 还是这个等量代换的原则array 你可以先写两个x x 对吧 把这个x用谁来替代就可以呢 用关联数组来替代 写成一个councers 或者写成一个username 一个人的信息 对应的值是一个king 第二个值的信息 再写成一个age 对应的值是12 再把第二个x也替换掉 再来一个用户 username 对应的值是一个sonia 值是多少呢 写成一个43 好 这样呢 创建出来的数组就是一个 二维的索引加关联的数组 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 其实和第一个差不多 只不过是拿一个关联数组来替代 刷新 你看到 一维是所以 二维是关联的一个效果 二维是关联的一个效果 比较简单 那接下来再来测试一下 把剩下两种也写全 二维的关联加关联 关联加所以 所以 可以通过arr等于一个array 那首先第一位是什么了 对 是一个关联数组 我们可以写一个username 对应的值 之前写过一个king 对吧 那现在不止一个人了 你可以用数组来保存多个值 都有谁呢 有king 有queen 有sonia 还有rose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再写成一个年龄 之前写过12 那现在可能多个人的年龄 king对应的12 queen对应的23 接着43 接着写成一个22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看到 这就是一个二维的所 关联加所隐的一个数组 同样的也可以 二维的关联加所隐的形式 那最后一个二维关联加关联的 是不是只用把所隐数组 用关联数组来替代就可以了 对 这个给你们留下 下来之后呢 你们自己来写一下 关联加关联的形式 那这是通过arrade的形式来创建 同样的 我们来想使用一下这个数组 想取出一下 就拿它一个为例就可以 我想取出这个king 那现在看到 这个二维数组的第一维 是不是username 对吧 通过username对应的一个数组 想取出这个king 同样的需要写上它的下标 是0 username里边的0 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可以取出这个king 简单来实验一下 echo一下 dollarsar 以为是username里边的king 里边的0 就可以取出这个king了 那接着我想取出它对应的年龄 首先还是建名找建值 age里边的0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看到king和12全部都取出来 king和12 那同样的你想取其他值的时候 记住一个原则 建名找建值 好 既然来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动态来创建一个二维数组 或者是多维的 都可以 那创建多维的呢 其实是一样的 还是一个等量代换的原则 对吧 假如说我们通过array的形式来创建一个多维的 之后再来通过动态的来创建 一般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二维三维或者到四维的时候就已经够你来用了 更多维的 其实你暂时还用不到 等一个array 等量代换x 现在把x换成一个数组 1 再把1换成一个数组 这样就创建了一个三维数组 简单看一下这种形式就可以 可能当我们学到多文件上传的时候呢 你就会使用到这个三维数组 那其他时候呢 一般用二维的比较多 你看array array 再array 里面的值是1 当我想取出这个1的时候 你只用这么来写 echo一下 dollarsarr里面的0 接着是0 再0 就可以取出这个值 你看到一个1 已经取出来了 不论是几维的 你可以无限的这样去替换下去 想创建出多少维都可以 包括创建出多少维的 所以影关联加所以影啊 等等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等量代换的原则 这是通过array形式来创建的 同样的动态创建就更简单了 之前我们动态创建一个数组写成一个 array 加成一个方果号 这就是一个值 那现在加上一个方果号是一个1维数组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加上两个方果号 这时候就是一个2维数组 来打印一下are 这样创建的就是一个2维数组 2维的什么呢 2维的所以 加所以的一个数组 同样的还可以创建一个2维的所以 加关联 写成一个所以 加关联 username 对应的一个值是king 接着再写一个arr 方果号 age 对应的是一个12 那这样创建出的数组呢 就是一个2维的所以 加关联的一个形式 你看到1维里边是所以 2维里边是关联 创建出的形式呢 就是0对应的一个值是username king 1对应的值是age12 假如说 先把这个age 放到这个0对应的下标里边 对应的数组里边 这时候 需要把它俩的界名 写成相同的即可 再刷新 你看到 相当于动态的 像这个数组中 添加了一个元素 同样的 你要再写上一个arr 方果号 写成一个test 指示 this is a test 相当于它的下标是几 是1 刷新 你看到1对应的一个数组 数组中有一个test 指示 this is a test 这是创建了一个 所以加关联的形式 同样的关联加所以 简单写一下 arr 关联写成一个username 里边的0 对应的是一个king 再写成一个arr username 里边对应的值 写成一个quing 再写成一个age 对应的值是12 这样创建出的数组呢 就是一个关联加 所以的一个形式 r3 把它变成ar3 要不相当于动态的添加了 再打印一下 你看到这样一个形式 就已经有了二维的关联加 所以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关联加关联 是一样的效果 简单写一个就可以 ar4 方广号写成一个test 对应的第二维 也是一个关联的 再写成一个a 对应的值是1 打印一下就可以 二维的关联加 关联的一个形式 在二维数组中 最重要的 最应该掌握的 就是二维的 所以 加关联的形式 这个很重要 所以加关联 很重要 因为以后 从数据库中 最终查询出的数据 形成的数组 就是一个二维的 所以加关联的形式 所以加关联 接着你看到 第一种是通过方广号 加一个方广号 就是一维 你再写上一个ar5 你说想创建一个六维数组 一个方广号 两个三四五六 等一个hello world 或者this is a test 你打印它的时候 一个六维数组 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六维的 所以加所以的一个形式 你看到 一堆的零 最终里边有一个值 this is a test 这是一种 想创建多少维都可以 第二种 还是我们等量带换的原则 你看 你写过这种形式 写成一个 dolus user info里边的 username 等一个king 现在我想创建一个 二维数组 只用把king换掉 换成什么呢 换成一个数组就可以 有谁呢 有一个king 有queen 来这两个就可以 那你再打印这个user info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二维的 所以关联加所以形式的一个数组 你看到 二维的关联加所以形式的数组 关联 所以 同样的 你想创建一个索引加关联的 这个就很重要 你可以这么来写 写成一个users 方括号 来保存每个人的详细信息 那接着每个人的详细信息呢 可以放到一个数组里 id对应的只是1 再来一个username 对应的只是一个king 再来一个age 对应的只是12 这种形式的数组是一定要会创建的 那接着再来一个人 我们只用复制一下 第二个第三 四 这是每一个人的详细信息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22 32 42 那现在你创建成功的 就是一个二维的 所以加关联的形式 这种形式呢 是一定要会的 看到二维的所以加关联 每一个所以对应的 都是一个人的完整信息 又是一个数组 这样的形式 这是我们通过array和动态创建数组的形式 来创建了两二维 或者是更多维形式的一个数组 包括使用的原则呢 也是一样的 和你在一维数组中使用的原则是一样的 就是根据建名找对应的建制就可以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二维数组 或者是三维数组 更多维的呢 可能现在你用不上 你来试验一下 通过这两种形式来创建 特别是我们说到的这种 所以加关联的形式 很重要 把它来试验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